欢迎收听《迷米之音》 我是大米 今天一开始我们在环岛的第一站 大米就访问了我的梦中情人 因为他在我心目中 他好神秘 然后一般媒体呢 或者是报道 对他老公是已经熟到不能再熟了 可是应该是没有人知道 那个先生背后的这个活泼可爱的女人 是什么样的 背后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有什么秘密 然后这就是大米 认识了那位先生很多年之后 然后都一直偷偷观察 那位先生背后的女人 关子迈到这里 这位就是美红姐 我都叫大嫂 大嫂我可以直接就 一开始就公开你的先生叫什么名字吗 其实不用讲 后来大家也会知道 你说后来 后来就是你一直讲了之后 一直讲 其实很好玩 最近你在讲说公布名字这个事情 对 我最近就是开始慢慢有在外面活动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我把我先生竞逐在家里 我会让他处理好 然后出来很多事情就出来出来 然后后来居然就有人看到我 就说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美红姐 传说中的美红姐 对 陈子走出来 真的啊 就很多人后来是 因为 就很好玩啊 就是说 很多人都会讲说 这是美红姐做的美红姐做的 然后后来就说 你就是那个美红姐啊 然后后来会说 美红姐你姓什么 我说我不姓赖 我姓朱 我先姓赖 这个很爱开玩笑是你的本性 对不对 活泼调皮真的是你的本性吗 还是务浓了变这样子 没有 我从没有务农到现在都是 诶这个样子 真的 因为 这个太跳脱一般人对于农妇的想象了 哈哈哈 其实因为要做农妇 其实也不是我的想象 然后到后来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本初衷啦 嗯 对啊 那个赖清松可能有变 我已经讲出他的名字了 赖清松 是的 那个人 他的先生就叫赖清松 诶 我先那个打个岔 你刚刚说你先生被你禁足 哦没有 因为他 他已经在外面做了十几年了嘛 然后最近我就比较不喜欢他 从事公开性的活动 然后所有的邀约啊 什么我都把他 挡掉了 原来你是那个幕后黑手 当然是啊 你为什么不愿意他 他 抛头露面呢 为什么 不是他已经抛头露面太久了 哈哈哈 是说都 盖掉了你的光芒 你希望他闪边就对了 我的光芒是没有办法盖住的 哈哈哈 我误会太大 原来并不是一个低调的 农妇 并不是一个什么所谓 呃 伟大的男人背后都有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完全没有付出 哈哈哈 有你有付出只是 你觉得没有什么好默默的 该出来的时候 该出来挡就要出来挡 本来就是 现在已经全部人都知道那个赖清松 他家的老婆很爱钱 然后 然后一个演讲的话 一场就要 哎 县内两万块 县外五万块 但不会有人来叫他演讲了 哈哈哈 你这样在我们节目里面 呃 我这个是全部公开哦 哈哈哈 那你都这个 很好啊 这个真的都可以 公开 哈哈哈 对 这样就知道 那个乡长就可以知道说 他那个 五千块是很便宜的 哈哈哈 马上有人撞枪了 哈哈哈 马上有人撞枪了 请问是哪一乡的乡长 我们都 好了好了好了 对对对 不能再出发了 哦 我知道了啦 其实在赖清松大哥 十 十一年前 十二年前 十二年前 我们这种十二年了 到了宜兰之后 这么多年来 古东俱乐部的创办 然后一路走过来 大哥也面临过好几次 就是身体真的是 负担 负担压力很大 那有一些身体的状况 结果 呃 最近几年也时不时的会 有人去说 啊 可能他身体状况 怎么了怎么了 对不对 所以我本来以为 嗯那那 大哥减少一些工作量 这真的是很必要的啊 可是我现在 听到 这么直肠子的大嫂 你这么说我才知道 其实 这是一个女人 运用她强力的手腕 在阻挡老公 而已嘛 欸也不能这样讲 我觉得她自己也想改变 只是有点 我觉得有些人 就是有点 强迫症吧 哦 她自己哦 对啊 忙惯了 像我是不会啦 你不会 你有强迫操控她的症 不是不是 倒是不会 倒是 欸 其实我很 她常常我们两个的对话 她常常讲说 欸我是水瓶座 她啦 她是水瓶座 然后她很超不爱人家管 我说不好意思 我是射手座 更不爱管 我说你不要管我就好 我去管你 嗯哼 对啊 所以但是有时候 夫妻来讲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嗯 如果说一旦她超限的时候啊 其实 感慨的是我 超过限度 就是身体透支的时候 不只是身体 就是那是一个家庭嘛 一个家庭的事情 那如果说 她超过她的限度 她可能表现在那种 比如说她的脾气上啊 对不对 嗯 这我已经是受不了 哈哈 对啊 哦 就已经没什么再赚钱了 哦 对对对对 家庭要和乐一点啊 家庭要和谐一点啊 气氛要好一点嘛 哎 那我 我又要自己乱爆大哥的料 可是虽然说那是她公开的 比如她会在她的部落格发文 然后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她希望减少自己的工作量 有时候她也聊到 每天傍晚的时候吃完晚饭 可以跟着美红 手牵着手 散步到小间蔬菜 在附近走走逛逛 就是最满足的事情了 请问她是被迫的写出这些字吗 其实很好笑 她常因为 她是一个很表里不一 也不能这样讲 就是 其实她就是 哎 其实她 你 她虽然不是宜兰人 嗯 其实她很喜欢在介绍 朋友来吃宜兰菜的时候 讲到那个狗渣的那个事情 嗯 狗渣就是 宜兰人外冷内热 其实她是 她其实是属于比较这样的人 外冷内热 对 她自己本身就是这样 你看她一副这样冷冷的 然后平常讲话就是 从来也不会讲 在文章写那个 我就说 常常我都是因为 听到旁边人 哦真的啊 比如说你刚才讲那一篇 然后是谁跟我说 她说 哎 那轻松大哥写那个 哇 是伞爆了 我说什么东西啊 对 放闪 对对对对 我说什么东西啊 然后因为 她的文章 到后来我都不太看 因为没时间看 哈哈哈哈 所以她平常是不会这样 跟你有这种口语啊 或者是感情的 很那么露骨的交流 是没有的 当然是没有 因为我会跟她讲 我就说 可是有时候讲一下 好话不是很好吗 说 你老公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要烦恼了 他都会用这样逃避啊 对 哦 可是她却在 透过文字的时候 真的会 真的会让人家就是 除了闪瞎了之外呢 就是真的心里好甜 好甜哦 然后尤其又想到 天哪 这一对农 农民夫妇 日子是那么的辛苦 可是这种幸福感 那种表达 又是那么的 好像生活没那么苦 是很幸福的事情啊 就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 其实两个人是 心跟心在交往 比如说 我真的是很诚心的 对待她的时候 我觉得她会感受到 嗯 对啊 那不是木头人 那当别人看到了 她的这些文字 就外冷内热 内热转化成文字 然后传到你耳里的时候 你会直接也再去 看一点她的文字吗 其实我会很常 看她的文字 然后全 我在想 我相信全世界听她 演讲最多应该就是我 因为她一开始讲的那 可能前个十年或八九年 我几乎每一场都到 哦 因为那时候小孩好小嘛 嗯 然后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寄给爸爸妈妈 嗯 对啊到后来 小孩子比较大的时候 可能就 哎 机会 外出机会比较少 对啊 就失去我这个听众之后 他觉得讲的比较没力吧 哎呀 哎呀 那你每一场几乎都跟是因为发自内心的仰慕还是时间掀着也是掀着啊 到底哪一个啦 其实也不是仰慕 因为我有时候就变成说你们两个在讲平常的对话里面有时候不会讲到一些所谓比较理想性的东西 嗯 或者比较深沉的 我觉得感性的东西会有 但是不会那么样的组织化 比如说他 因为他的演讲实在是 对象太多了 嗯 有时候是学生 有时候高中 学生里面还有分 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 嗯 研究所 然后什么人都有 嗯 我也其实蛮希望说知道他 真的在想什么东西 对啊 虽然从以前到现在真的是老夫老妻 认识好久了 嗯 对啊 但是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个 怎么讲 他的东西会update吗 嗯 那我没有跟着他update 我觉得我会 哎呦 跟不到嘛 哎呦 就是不甘于只做一个家庭主妇哦 我觉得 你也不是 我 可是我是呀 你 对说是说 可是因为你们全职务农 所以 其实你们的职业根本就是也是都农事 所以是有职业的感觉 但是又是 不是一般所谓的职业 其实很好玩 我跟他 从以前不是农夫到现在 他以前 反正我 我没有什么很远大的理想 我们从那时候在日本 然后 他其实也很好奇的一个人嘛 很像学的一个人 他去到日本就很希望说 藉由 哎接触日本人 然后去了解他的文化 然后去学他的语文 那他会去 我们在日本念学校的时候 他就会去找一些这样的souls 那我就是跟屁嘛 因为他主动性很强 嗯 那他都会觉得说 哎干嘛一天到晚跟在我的屁股后面 这样 然后就想说 哎你做一件事情 你主动性很强的 人那么强 我不可能比你再强的时候 我就只有跟啊 嗯 那他就会觉得 你们黏TD在后面 其实我不是黏他啊 只是觉得也不知道要干嘛 哈哈哈 可是到后来啊 那这到现在 那应该也是经过了快二十几年了嘛 嗯 然后我就发现说 哎到现在小孩长大了嘛 嗯 那我也觉得把小孩子 哎 身体也顾得很好 心里也还可以啊 那我觉得这时候我就想要去 哎 学一些有的没的啊 然后东跑西跑啊 其实本来就很爱跑 嗯 然后他就会就说 哎你去哪里啊 你去干嘛 换他好奇你了 我就说 那你不是说不要黏在一起吗 你不要黏我吧 哦 嘿 然后做什么事要找我 我说嗯 不要啊我自己去就好了 对啊 你们这对夫妻火花很多欸 老夫老妻了 可是火花还一直都有 发生什么事 务农哪有那么多新鲜事 是两个 常常 因为我也搞不太清楚 其实我觉得 很多人都觉得说 哎 像我们就是一直都在 共同的长育工作 对 然后生活也是一起 然后又在家工作嘛 其实 老实说应该是厌烦对方 其实也蛮是的 跟大家报告一下 真的很是的 平常会打架吗 打架 打架就不会吵架回来 好好好 还是继续继续 对啊 但是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种怎么讲 其实也不要想那么多 嗯 那你就是 哎其实 我还是觉得 因为我常跟他讲 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其实自己的人生原则 人生的哲学 其实也不是什么哲学 就是让自己快乐一点 嗯 对啊 我觉得你自己快乐 你就不会造成别人的压力 嗯 对啊 我觉得 这不是很简单吗 只是说他毕竟是因为股东俱乐部这件事情 他变成是那一个常常是新闻上的人物的时候 是个公众人物的时候 这个跟你变成一个你嫁给农夫 然后后来啊这个农夫变成了一个 呃 sambody 对 那应该都是在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决定跟这个人想相守一生的时候 都没有预期到的 嗯 那这些也是让你 呃 两夫妻也一直都有火花的那个原因 因为你们个性等于是 一直在求知的 嗯 然后一直 好像 也不会太甘于平反 没错 自己也会创造很多有趣的事情 可是 你在讲 你现在又讲到 哎我们 呃十几年来的这一段啊 所以他变成一个 呃比较 呃所谓的公众人物 其实我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他 他的人其实是很矛盾的 嗯 他虽然那时候我一直在讲 呃就说 他之所以会那么高调务弄 其实是为了call这些 骗这些 小农来嘛 各位小农们 不要被他骗了 对 然后就是说 其实他的本性不是这样 可是他会为了一个目的 然后去做了这样的事情 可是当然他也很开心嘛 反正觉得说 反正媒体已经注目到这边 那媒体要用他 他也希望用媒体嘛 嗯 他不甘于职备用 所以他其实不会沉迷于这种 媒体给他的那些名 嗯哼 所以他 并不觉得他怎么样很有名 嗯哼 那很好玩就是说 有一天不知道去哪里 最近啦 嗯 然后他自然 自己就突然觉得说 有一个小粉丝 然后他就说 哎听说一个那个 哪里来的一个新来的先生 他想说 哎呀我该不会是 赖清松先生吧 然后去到那边 我们就去看看 然后他就说 这是赖清松先生欸 然后后来我们就出来他说 嗯赖清松 还有一点好用 哈哈 然后就觉得 我觉得他自己本身就是不会 因为他讲过一句话 我们通常在 就说这十几年来的一个路上 其实我们常常就是 啊珍珍潮潮潮 也是有一些事情啦 可是我觉得 两个人当中有 发生了一些事情 其实不是什么坏事 嗯 那你如果把他给度过了 哎其实这就是你感情的基础啦 嗯 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啊 嗯 明天去找别的女人 然后跟人家谁怎么样 我觉得那都已经不在乎 因为在这个之前 你们两个当中 两个互相生活是 没有不甘愿的 嗯 不会去埋怨对方 我觉得这样就好啦 谁知道明年 明天怎么样 我觉得都无所谓啊 这个获达也是本性是吧 我觉得也是慢慢学 可是当然是基调是在的啦 可是我觉得啊 其实你讲到这个 是我觉得 比较好玩的那一面啊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我也有运用在 这个十几年当中 你就说中间他可能 就是说为了这个工作 他可能有一些 身体上的不适或怎么样啊 那可是到后来啊 因为我后来 也跟他讲这样一句话 说其实我一直很担心 就说哎他这样的 很像拼命三郎 在田里面工作 其实 前几年也都听说 哎有的人怎么 热死在田里啊 干嘛 其实你说我担不担心 很担心啊 尤其是他那种工作态度 真的是很恐怖 后来我就跟他说 你去田里 我就把你当成 就回不来了 通常是 妻子对上战场的丈夫 才会是这种话吧 那是他的战场啊 我觉得他的人是这样 也不会就是田嘛 有这么严重啊 有这么严重啊 我不知道吗 哇 他是会做到那种天黑 然后人家就说 哎 你的老公到底是去 找小三还是去看 你没去看一看 他的小三是扶寿罗 还是杂草 小三就是他的竹子 竹子 你会担心 你会担心啊 可是我觉得 就是说 你自己的身体 不至于顾 然后 我要去管你 我说过 我们不喜欢管人吧 到后来我只能这样啊 不然我会很痛苦嘛 嗯哼 对啊 因为 其实老师说也很难讲 你怎么样去预测说 哎 你身边的一个人 啊什么时候会不见 其实 我觉得也是训练自己啦 我觉得你是真心 你有过那个惶恐欸 真的有 我真的是 我觉得 我我我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在 有一些东西 我会跟人家分享 人家说 哎 啊这个 好像是什么样 什么样的哲学家说过 我说 我不知道 我是用我的 我的人生 我自己的身体去 体会 经历过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的体会 我走过来了 可是我觉得 我就是单纯 嗯 对 我不会去想那么多 人生有时候想一想 啊就是这样嘛 所以我刚才跟你讲说 哎 明天 其实我跟你讲 嗯 轻松后来才一直跟我 最近我们就比较闲了嘛 大家都比较闲 那讲一句话 我以前 我也很记得这句话 我说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哎 他的女朋友 他的男朋友 你会很怕说 他去 呃 就就去爱别的人嘛 嗯 我说 其实 我并不怕你去爱别别人 别人啊 嗯 我比较害怕我去爱到别人 那你怎么办 哈哈哈哈 混蛋 哎 没有没有 这是从以前 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开始讲 可是我觉得 这是 你跟他打预防针 打这么多年啊 我认识他的时候就这样讲 我说其实我并不怕 人家就会觉得啊 就说 哎 你的老公有什么小三啊 我说 嗯哼 反正 嗯 我讲了一个理论 我也不知道通不通 我说 你去爱别人 可是我的心是不变 因为我还是爱你的 嗯哼 但是 我去 我的心去爱别人的时候 那个 已经很恐怖 我已经去爱别人了 我已经不爱你了 对 那个才恐怖吧 你惨了 我同情你 因为我不爱你了 对我没有办法 让自己的心再回来爱你 那个才恐怖欸 哇天哪 不是吗 你不觉得吗 赖清松先生跟他的妻子 朱美红 对对对 朱美红小姐 竟然在2015年农忙过后 那个收更 终于忙一个小小 他说竟然出现这么深刻的 没有 这其实 我们认识你看已经二十年了 二十几年了 其实之前就一直 我就有这样子的感觉啦 就说 我对这个东西 我对某一些东西 我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定论嘛 那那是你的一个 人生的一个原则嘛 那我觉得 欸我就会 我觉得 很好玩 你会觉得我很好嘛 很多人觉得 欸你老婆很好啊 就这样 我说 我今天要是跟别人结婚 突然说二十八都没 都不知道 你哪里去了 欸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 中规中矩 或者是很听话 从业而中 没有那么 我也很从业 我刚刚说 不是我 我一直说 我一直说 你不是不从业而中 还是说你不是那么耐性很好 我觉得我不是那一种 很一般的人 很传统的 对 人家 就说 欸 很多媒体都会问说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十几年前 说 哎呀 你怎么样 为什么会去支持那个 那一先生 大家都会想象嘛 我说 啊其实也不是啊 嗯 对啊 那就爱做 那就自己做啊 对啊 我就觉得很好啊 可是你刚刚意思是说 如果你嫁的是别人 很可能已经离过 已经患过好姐 我被离过很多次 哦 哦 你现在是在转个弯 在拨大哥说他很包容你吗 对 这个算是拨嘛 这是一个事实啦 真的啊 对 因为他其实也很怪 那他很怪 相对的 我也不可能太不怪 嗯哼 对啊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一种 物以类聚是不是 对 对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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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倒没有想说 今天跟美红姐 跟大嫂 没有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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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心要挖大哥什么东西 但是 大嫂很自然的就 呃 抱了很多 大哥跟他自己的料 我们也非常开心 谢谢大嫂 这么无私的分享 可是 我自己的私心的话 我是站在女孩子的 在 呃 大概八九年前 认识大哥跟大嫂的 那一个下午 我到你们家的时候 看到你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 心里的那个印象 那个震撼一直流到现在 就是因为我看着大哥 哇 好辛苦 瘦瘦的 然后就忙着 那 那也不过他股东俱乐部 才第二年 第三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看到一个你 跟我年纪也差不多 可是你也是 完全的 就是 在他身边 然后带着那么小的 两个孩子 然后 要做很多 呃 农事之外 然后家里大大小小 就觉得我从台北一个都会女生 然后到了宜蘭 在你们家做的那一个下午 感觉到 为什么同样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你怎么会选择 能够那样子的生活 我记得也看过一篇报道 就是现在虽然说友善耕做很多小农的理想吸引了很多人 可是当你去问一个女生说你愿意嫁给农夫吗 通常那个 说不讨厉害的机会是很大的 通常还是很大 因为那个考量还是很多 嗯 对啊 那 只是没有想到那个 八九年前遇到的那个年轻的女孩 少父 都现在只有越调皮的份 她也没什么改变 孩子也都慢慢变大 你反而自己像个小孩也终于开始又 很自由的玩起你其他有兴趣的事情 那 这个 你 算是快乐的啦 如果说起来 这些年虽然说务农不在你以前 或许小时候设定的志愿里面 有欸 小时候我就很想 国中行就很想要嫁给农夫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小时候曾经想过要嫁给农夫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切都是天注定 可能不是真心 可能随便写的吧 我不知道 太奇怪了 后来呢 后来就交给 把不是农夫的老公变成农夫了 欸对 但你有想过为什么小时候会 我不知道 真的 我觉得有些事情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样子的 真的是分析你的人生 然后讲的那么清楚 我觉得反正人生就是这样嘛 一个大原则把握住 其他的就随他啰 对对对 不用去分析的太清楚这件事情 真的 但因为你们 你们的快乐 然后让 就是 是辛苦的 务农生活没有错 可是 那种生活中的幸福感 跟快乐的感觉 会让人家想去探寻啊 可是就是那时候其实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开始务农之后很多的朋友会来到我们身边 那会怎么样 来到我们身边 然后他会就说他就会觉得说其实这跟我们当初务农的一个初衷有关系 我会更轻松的说说你想要务农的话 那你就很单纯的为了自己务农 因为你很喜欢做农 那我们就很从这边很单纯的一个点开始 你也不要去想说什么世界的农业怎么样 台湾的环境又怎么样 不要太忧国忧民了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自然而然会变成的 如果你把自己顾好的话 对 那所以就说开始做了之后他也很没有想到说这样会变成一个大家的一个焦点 然后甚至很多很迷途的羔羊就会来找我们 那其实他们只是羡慕你说的那个快乐 但是那个快乐是不是农业 我不晓得 因为就像你看别人在玩玩具啊 小孩子嘛 诶他在玩那个玩具好好玩啊 啊到底是那个玩具好玩 他在玩那个玩具好玩 到底是哪一个东西 你要搞清楚 所以很多比如说 诶夫妻我常在讲一个笑 我常常 我觉得这样好像轻松以前都觉得不太震惊啦 你说你说我最爱不震惊啦 对啊 他后来会觉得说 嗯其实他缺少的是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说 像夫妻 或者是男女朋友来到田边 然后我就说诶他们很想误弄 嗯 然后我就会找轻松 然后轻松就会很认真的跟他分析一对 然后后来 好像就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 就到底是诶 他们男朋友想要来 然后女朋友不想来 女朋友想来 然后那个老公又不想来之类的 然后 我就说其实 你们两个的问题 就是 把两个的 两个敲后 嗯 你们要去抢银行也没关系 因为 你听得出来重点吗 就是你们两个敲不后 嗯 对啊 那两个敲不后去哪里都是一样的 对 都一样吗 你真是不就这样吗 所以只要能巧好一起想做一件事情 那个快乐跟幸福应该 比较容易出来 对啊 你说抢银行也OK 那个 讲这句话的 我再重复一次是 朱美红 小姐 以上不 不代表本台立场 哈哈哈哈 对 哦 我很高兴在我跟 米妈 就是带着我的妈妈想要环岛的 第一站 我就可以来到我最熟悉 而且我最想要听故事的人面前 然后那也这么的大雷雷的 就说了这么多 那现在 那个大嫂 我敬爱的美红姐 我也要呢 开始训练我的储备主持人 OK 哈哈 我的储备主持人就是 我的妈妈 我的妈呀 然后 我的妈妈呢 她也是个 她就是个传统农妇 你们相隔了一代 嗯 那我从小看着我妈妈 跟着爸爸田里的工作 嗯 我是 我是完全可以当着她的面说 我从来不觉得我爸爸妈妈 是幸福快乐的 嗯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一丝一好 嗯 那长大了之后 已经田都没得中了 都去盖工厂 那后来的其他的幸福感 那是家庭的转变 嗯 那当然是有的 可是如果说起 一对农夫 夫妻 嗯 在她的孩子眼中 整个十几年 几十年 小孩子从来不觉得 当农夫是快乐的 这件事情我们请 施主 就是 本身这个农夫自己 哭主 解释一下 然后 我想就是 节目最后简单的 我们交给两代农夫 两代农夫对话一下 啊 不过 接下来我们那个 语言会转换一下 变成台语 所以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妈 变台语 你好 你好 我会好台语 会好台语 会好国技 国技没法会认识 没法会认识 没法会认识 今天我们做机面 听你这样说 真的你是很幸福的 人生跟家庭 因为有法度过去 你现在说才会有的 你们有得相处下来 家庭又做到 可以说这样 不只全台湾 全世界都可以知道 你们有做出 家庭又秀的 这个健康 这个养生的东西 这真的是 现在社会 真的很希望 有人这样做 记得你们真的是 我就听 听小米说 你们真的是不不简单 你们就做到 这人能够好对吗 我要插播一下 因为迷妈很不熟 连自己女儿都会叫着 我是大迷 没有啊 妈妈看都是小米啊 哦哦哦 是这样的 她的眼睛 我都觉得很自然 哎 我要解 那个解释一下 我妈妈呢 她是完全 职业化的 就是她虽然从来 没有接触过广播 没有做过节目 不过她是完全会 瞬间拉回主key的 马上就讲到农业 有机农业健康 我刚刚跟你打屁聊天 聊那么久 我根本不在乎那些 可是我妈妈 因为我跟她说过 妈妈我们这次环导 我们就是想要聊 听听农友 做这些事情 我妈妈就说 嗯这件事情很好 所以她一直说 哎不怪 你看人家的专业 要买人部啊 哦对哦 不是那种 让得虚明 对哦 你想要马上 又帮大米的妈妈做广告 就是她是专业的媒婆 不用酒行李哦 人家都自动上嘛 对对好 好啦 妈妈我给你提醒一下 我刚刚等一下等一个问题给你 我丢了一个问题给我妈妈 就是说 为什么 不要说为什么啦 说我心胖头 我做你的女孩 小孩看你和爸爸做龙 真的很辛苦啊 我刚刚一直说 我这个大嫂美红姐 他跟袁先生 可以创造出来的那个幸福 这这样听到 你会觉得 那问题是出的吗 这出的 夫妻 夫妻 夫妻本是冬孕了嘛 是啊 既然会结婦妻 会来做会 啊 王妻有这个幸福 啊 太太本来 他就有这个理念 所以既然结婦了 这样来就会结成说 嘿 这个事业 这个未来 这个人生的路 就要把他经营 做会共同来经营 嗯嗯嗯嗯 这样才有了就有走到真了 嗯 啊不管在那个路途上 啊 嘟到的盖客啦 嘟到的 啊 泡泡泡这些 嗯嗯嗯 海水嘛 嗯嗯 随时都有泡人嘛 嗯嗯 啊来一院过一院嘛 啊 有法度 现在把他做到可以说 啊 在这个心基地电视顶 这样的能有名 让你这个有志 经营到这样的好 真正是不简单 真正是你 人家说有政党也要有厚党 嗯嗯嗯 有老闆他这个心的努力 你厚党给他支持 保持 他的力量 嗯嗯 这样我就大家今天 谢谢米妈 不然他就不敢气贤 其实 其实我 我没说一定说 比如说他 他做聋 我就一定 我都常常打成 对啊 他说 他说我很喜欢做聋 他做他做他 不一定做三天 可能就不行 你刚刚开始是这样啊 我没想到你想 哦 去做我给你 给你打三天买了 哈哈哈哈 啊你所知道啊 对啊 你知道打一声 嗯 结果了 你知道吗 真的 我不要听过了 打一声结果了 还只打一声 你知不知道 那个力量 哇 太大了 好 这样我会 还要继续打一声 继续打一声 你还继续打一声 但是打到尾了 那个力量 不是只有大力 还大力 有 还大到整个家庭 是啊 对啊 是哦 是哦 伴侣 是谁会带他去的 真的哦 当然哦 那是你的出力啊 是哦 是你挑战的 是你把他 赠造的啊 是哦 好 我现在 再来 我就跟他说 那是米妈 说的 哈哈哈哈 我又要把那个主持权 操控回来自己的手里 我是大米 那个妈妈 我妈妈瞪我 毕重就轻 不是 因为呢 我是习惯 走那个 这个不正经路线的 所以妈妈刚刚 讲了那一段话 我会 揭露给轻松大哥 就是完全站在 我们女人的立场 大嫂怎么样 纠正都是对的 老婆永远是对的 不会啊 不会觉得错啊 你看他写的 我敢批评我 哦 所以其实背后压力 真的很大 很大哦 我谢谢大嫂 那 大嫂你觉得我们这种 因为你们说真的 我的 我今天可以跟大嫂 我们这样子聊聊天 缘分来自于 股东俱乐部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知道了 大哥做的事 那到今天你看 你看到很多 受到你们影响的人 就你刚刚讲的那些 跟着你们来这里 被我们教坏的 跟着一起来务农的 一起生活的 然后或甚至于我不务农 我就搬来宜兰 然后来了解这个议题 然后今天竟然还带着妈妈 一起关心这个 我妈妈是完全 当然以前只是听到说 有人在种稻子 不放农药 顶多知道一些简单的 可是她 她今天跟着我环岛 我也想带着她 就是用上一代的眼光 然后自己上一代的那些 人生经验 来参与现在正在运作 正在酝酿出来的 新的这种农业运动 我要讲的是 这些有一点点像是 源头都来自于 股东俱乐部 那个初心 就像你那时候跟大哥说的 你就确定是你高兴 你想做的事就好了 先不要想得太远 一定要影响多大 但是那件事情 做稳定了 自己先开心了 就吸引到人来了 而且我记得 就是大概我以前都会 类似讲一些 很莫名其妙的道理嘛 就是我后来又想到 我跟她讲了一件事情 我就说 你其实一个人 你就是做好你自己 比如说今天你是 吃好那个大迷嘛 那你就做好大迷 你不要去学王永青 也不要去学郭台迷 因为你变成是 Cobie的郭台迷 跟Cobie的王永青 但是你如果做好你的大迷的话 你绝对是正版的大迷 然后如果那个正版的大迷 让你做出来以后 那个发光发热是 无人能当 因为你就是只有一个 所以那时候 我也是跟青春讲 类似这样的事情 那后来你会发现说 其实你讲的所谓的 幸福感或什么 其实我就觉得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初衷 就是你把自己顾好啊 你照顾好你自己 然后你自然就会 你应该有的能量 你就会出来影响到别人 你不用叫人家来跟你 人家也要来跟你啊 因为你实在太快乐了 是不是 对 对啊 今天你已经刻意压低着嗓子 事实上你笑起来 这个 跟火机一样 不是 我只是要说麦克风会爆表 很多人甚至连最近 那个宫崎那边日本人来啊 他就说 他对 我还跟他开玩笑 他就觉得说 怎么会有人这样 因为可能平常 我如果不讲话的话 给人家的印象 好像就很娴熟嘛 然后非常的贤惠 其实我根本不是啊 然后就被我开玩笑了两次 然后回去跟他伙伴说 他欺负我 然后他说 笑声好 那个 很非常的特殊 然后说 哦 是跟火机一样 我从小那边讲说 哎你笑声跟火机一样 嗯 那本什么样要改吧 哈哈哈哈 就听 乍听会觉得 啊怎么好像是贬义词 其实也没有啦 反正这就是你 爽朗性格的源头 反正我就是这样啊 这是你的招牌 欸可是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啊 你人 做真的 你可以做一辈子 你做假的做虚 嗯 两点前 我觉得要交 我就是要交真的朋友啊 你觉得好的你来 你不好的 我也没有 不敢给你 做朋友啊 哈哈哈哈 台语真好啊 台语真好 不敢给你 做朋友 谢谢大嫂 嗯 OK 谢谢美好姐 呃 节目进行到这边 我待会要私底下 问大嫂一个 她的 她愿不愿意分享的秘密 那这个呢 会当成是 我们的 呃 叫做彩蛋 哦 现在不是很流行 看电影都要投放彩蛋吗 好 对 这个 我们 敬请大家期待 秘密之音节目 的每一集的播出 我原来也有放这种 啊 就勾子 幼儿 对对 幼儿幼儿 所以你等下一定要贡献一个秘密 很劲爆的 哈哈 谢谢大嫂 谢谢妈妈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嫂 拜拜 其实 轻松 在大家的心里就是有点像是神一般的存在 好 大家都那种感觉 可是呢 她在 嗯 我刚认识她 没有很久啊 在前几年 她有一个癖好 就是听到所有的歌 她都有那个能力把它改成 黄色的歌曲 她就一直唱一直唱 然后全世界可能只有我听过 然后她唱的大概流行的大概有一两年吧 然后把她那个黄色的能量都发泄掉了之后 她以后再唱不出来了 可是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 就像她以前很喜欢留长头发 然后家里不给她留 之后跟我结婚了以后 她就开始留胡须 留完了 甘愿了就剪掉 然后又留长头发 留完了 很甘愿了 那就现在也再也不留了 我觉得人 的人生啊 我觉得就像是 出屁的一样 如果那个的话 就要出一出 比较好